看官们,这是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市的一起高速抛尸彩案 也是信阳市最残忍的刑事案件 凶手从高速公路上抛下一具赤裸女尸 而民警为了抓到凶手,引刷了几十万份悬赏通告 历经15年才侦破此案 而在侦查中,警方竟发现两名嫌疑人都有作案嫌疑 案件反转程度超乎你们的想象 时间,2004年7月28日,地点,河南省信阳市 这天下午,信阳市平桥区警局接到报警电话 撑在京珠高速公路平桥区段桥下的水塘里 有人发现了一具尸体,接到报案后 当地警方迅速赶往现场进行勘察 在抛尸现场侦查员发现 高速路桥上的确有车辆刹车时所留下的痕迹 而且尸体刚好就抛在池塘中 由此警方判断此处只是抛尸现场 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从现场我们看查分析 当时这个桥上面也有那个刹车痕迹 初步判断是大火车留下的 竟然是从一辆行驶的这个汽车里面 然后把尸体抛下去 经法医鉴定 死者是一名年轻女性 年龄在25至30岁之间 死因为机械性窒息死亡 死亡时间应该不超过48小时 但死者身上的衣物处于半拖状态 警方分析判断 死者死亡前可能遭受了侵犯 但是否判断正确 还需法医将尸体带回座进一步勘察 在对死者进行尸检时 警方确认了死者身上有男性的小蝌蚪残留物 但由于被水浸泡 已经无法确认男子的准确信息 在死者抛尸的位置 警方还找到一块用来包裹尸体的毛巾 但由于当时的刑侦技术落后 警方并未从毛巾中提取到有用的线索 当地警方分析 目前首要工作方向是确认死者的身份信息 只要确认了死者是谁 那么嫌疑人的身份就会迎刃而解 然而死者并不愿透露半点消息 警方只能按照嫌疑车辆 以北往南的行驶路线 沿着高速公路开始了走访摸牌工作 然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 想要确定失源的范围是南上加南 包括服务区收费站公路两侧 也作为重点排查对象 在一路的巡查中 警方也印制了几十万份悬赏通告 希望有群众可以提供线索 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依旧没有找到死者的任何线索 在2004年当年信阳市共济发生的15起命案 而其他14起案件都在当年被侦破 唯独这起高速抛尸案依旧没有任何线索 这让平桥区警局感到压力巨大 但侦察员始终没有放弃寻找死者身份的线索 每天继续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和附近的村庄进行大量走访 希望能够找到死者的线索 就在侦察员准备放弃走访的时候 一个大货车司机向警方反映了一个新情况 据司机叙述 悬赏通告的死者他可能认识 好像是跟着货车压车的 来自驻马店比阳县 得知这一线索后 警方立即驱车前往司机讲述的地方进行验证 但是到地方经过核实调查 并没有找到这个女人的任何信息 一时间被害人身份无法确认 而当时的刑侦技术又十分落后 最终导致这起案件成了当地警局的一件血案 岁月如作 直到时间来到了2019年 随着刑侦技术的飞速发展 这几倍尘封了15年的案件 再次被侦察员提上了日程 在这些已被搁置许久的物证中 当年那个包裹尸体的毛巾 再次被警方送去检验 这次的检验 警方决定破釜沉舟 检测不出来事不罢休 果然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检验室内 毛巾在被检裁成300多份后 终于检测出两名男性的生物信息 通过数据库比对 最终锁定了两名嫌疑人 其中一名叫陈某 河南郑州人 另一名由于生物信息不全 只能确定 嫌疑人是周口市的雷氏家族成员 警方分析判断 两人在死者被害前都有过身体接触 于是警方先从已经确认身份的陈某身上 进行暗中调查 侦察员调取了陈某的户籍信息 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陈某第一任妻子名叫张某 而张某的户籍上显示的身份证信息 却是一代身份证 自从2005年开始 全国就已经全部更换为二代身份证 这就证明张某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办理过二代身份证 由此警方判断 高速抛尸案的死者身份可能就是张某 顺着这一判断 警方再次调取了陈某女儿的身份信息 进行比对 也可能是巧合吧 陈某的女儿多年前 也未有过两次前课 随后警方把其女儿的DNA 和被害人进行对比 于是就确定了被害人正是张某 至此 这起被尘封了15年的案件 终于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 警方立即围绕被害人张某进行详细调查 据了解 她的丈夫陈某自从2005年以后 就去往了深圳打工 而且在2006年就再次结婚生子 从这方面 警方判断陈某可能就是杀死妻子张某的嫌疑人 于是当地警方立即传唤陈某至警局配合调查 问询中 当警方提到死者张某的时候 陈某突然暴跳如泪 并直接说出妻子和一名雷姓的男子私奔了 这让在场警方感到十分怪异 据陈某讲述 当年他在开车送货回到家以后 就发现妻子不见了 自己也在郑州市找了几天 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于是就跑到张某的老家四川去要人 陈某认为可能张某偷偷跑回老家四川 但最终在岳父母家中也没有找到妻子的下落 然而他突然想起自己在跑车的时候 妻子打来电话说和雷某一起去一趟外地拉货 之后张某的电话就关机了 就这样 陈某认为自己的妻子是跟别人跑了 他也整整地恨了妻子15年时间 据陈某描述 雷某是其妹妹陈小花的情人 也以开货车为业 陈某和张某在郑州打工期间就只与雷某有过接触 此时 侦察员对雷某的信息进行了研判分析 结果发现可疑的雷姓家族成员中 真的有一名叫雷某的男子 于是雷某的嫌疑迅速上升 随后警方利用大数据开展网上侦查后 发现了雷某在800里之外的上海 于是民警们火速赶到上海 将雷某抓捕归案 经过数小时的审问 雷某终于承认了自己杀害张某的犯罪事实 据雷某供述 自己原本和陈小花是情人关系 但受害人张某却一直从中捣鬼 并要求陈小花不要跟雷某在一起 这让雷某一直怀恨在心 直到案发当天 雷某以合伙拉货为由 将着急筹钱还贷的张某骗到了自己的出租屋内 由于两人以前就有矛盾 谈话中他们逐渐发生了争执 然后 他说 随后将其侵犯后抛尸至高速路桥下的池塘内 至此案件真相大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